法文如意报的一个教言叫教会 天人感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讲到法王的教言 这部教言的论典也是跟前面一样的 分三个方面 畜山 中山 摩山 分三个方面 畜山分为提目和定理句分两个吧 提目教会 这也是一个法王的教会 这个从比喻来取名相当于天人的甘露一样的 天人的甘露对世间什么样的病都是可以治愈的 那么这个教言人世间当中许许多多的贪争痴烦恼的疾病可以治愈 依靠这种教会能获得世间和出世间的快乐 法王的这部教言好像以前我们在有时开始的时候 有长行文的方式好像给大家共享过 这次也是用偈颂的方式法王原来也是偈颂的方式 然后给大家简单的字面上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讲完了第二个顶礼句是这样的 刚才出于当中的顶礼句 这个是对麦彭仁波切的一个顶礼句吧 麦彭仁波切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是具足十礼 佛和菩萨只有相识性的 佛是真正具足十种礼 十礼大家都应该清楚的 这样的如来之词是谁去忆念它 能根除轮回的一切处 这样我唯一的护主 红神金刚 红神金刚是麦彭仁波切的一名 麦彭仁波切有时候叫麦彭仁波切 麦彭红神金刚 麦彭柯神珠方 麦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也就是说我的护主 红神金刚 你应该令你们这些众生的心 转入到菩提道当中 他一方面方望祈祷麦彭仁波切 麦彭仁波切就像文殊菩萨一样 就是忆念他能根除轮回 让加持弟子的相续 所以法王对我们这样的祈祷 我相信这部论典凡是听到的人 一定会获得了麦彭仁波切和文殊菩萨 法王如意宝无二无别的加持 这个是肯定得到的 所以听到这些教言的人 将来的很多修行方式确实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需要祈祷上师 祈祷麦彭仁波切 大家也知道法王如意宝的好多教言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顶礼句经常是麦彭仁波切 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学过许多多麦彭仁波切的教言 我个人而言也是翻译他的教言特别有信心 因此第一个通过祈祷麦彭仁波切来加持我们的相续 让我们的心本来是可能转入轮回当中的心 但依靠上师们的加持的话 我们心很快就转入到菩提大道当中去的 这是第二个下面应该是第三是吧 这个应该是历史举或者劝情举吧 处义当中分了三的 然后 知诚习有亲弟弟真诚恐他有何用 慈慧甚甚微妙法经念终颜明可行 这个法王用一种呼唤的方式来说 真诚的朋友 真诚的信友 真诚的弟子们 他特别有信心的这些弟子们请你们好好地听听 那么真诚有诚或者看看空谈的这些没有什么意思 有些人讲得特别漂亮 口如鲜河 什么都讲得滔滔不绝但是实际上也是抓不到终点 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所以我们讲得再多 再漂亮 再好的话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最主要需要有一个教言 那么这些教言法王说说我在这里已经汇集了 佛陀所讲到的特别甚深广大的这些妙法 就提莲村 提护 中严惊要特别甚深的一个中严 就告诉大家那么你们每一个弟子 明可于心这个很难得的 所以法王下面讲的我看内容都不多 基本上跟前面很多的教育也有所相同的 但是我想有些人根本没有见过法王如意宝 有些人虽然见过当时亲自也是得过他的教授 所以我想如果你亲自见到可能他的摄身有不公的价值 但教言方面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其他的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非常幸运吧 虽然没有见到有些人大多数人可能现在都没有见到 因为法王今年圆寂二十周年了今年年底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肯定好多人都没有见过 这样的话其实得到他的教言也是一样的 我们很多像智悲光尊者没有亲自见过智悲光尊者 但是他得到他的幻化身得到他的教言以后得到成就 也是一样的我想很多人也会得到的 第二个讲到整个中山论体 这个中山论体分为略索和广数 那么这个略索也分为重要的四法和时事修持 分两个方面 略索分两个方面 然后首先第一个重要四法是 以善知识 道根本 闻思 妙法 真功德 尽皆万千利乐藏 禅修 禅修 诞生 四生母 今天我们讲的教言主要讲这四个 下面会讲的有四种重要的法 那四种重要的法首先第一个是一知善知识 他一切大小成道的根本没有善知识 确实是修道不能圆满的 第二个闻思 闻思真法 闻思妙法 闻思妙法获得了增上了所有这些出世间的功德 然后第三个清净戒律清净戒律一切万千利乐的圆权 第四我们修持禅定通过修持禅定诞生四生母 也就是所谓的般若父母 《现观主要论》第一句当中所讲到的 一样的声闻 怨觉 菩萨 佛这三个圣者都是 都是依靠空性的父母而产生的 所以通过修持禅定证悟空性 获得了四种圣者的其中一个 这四者可以说是一个略所 这是我们刚开始在这部论典当中 如果别人问你《天人感动》里面讲的什么呢 一知善知识 闻思还有清净戒律和修持 修行 其实闻思修和清净戒律昨天的教言也基本上是相同的 前面加了一个一知善知识 然后刚才藏人念到下面的 然后第二个是食事修持 食事修持持色摄要求菩提 必不可缺有足矣 四种威矣 人一世念念魔王 心有喜 上面所讲到的一知善知识等这四个摄要 实际上是对修持菩提来说必不可缺的 如果有的话一切齐全 没有的话一无所得 你只要修菩提的话 一知善知识和闻思和清净戒律和修持禅定 这四个法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我们在心中诸诺的四种威矣当中 任何一个时候 人意的时候都要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经常想我一知善知识没有了 我清净戒律没有 我闻思佛法没有 我修行禅定没有 反反复复都是观察自己的相续 在任何时候 这些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法王有一个特别感叹的语言 心有喜 朋友们 我的心有们 我的弟子们 你们到底具不具足 每一个人观察我们的自相续 你具不具足这四个法 这四个法有的话你修菩提是有希望的 如果这四个法没有 戒律也没有 也不闻思 也不修行 也没有一知善知识这四个法没有的话 确实你还是很难趋入菩提之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经常接触一些人嘛 接触人的时候有些是没有好的善知识 没有闻思 没有清净戒律 没有修持的人 说我是佛教徒 但是根本全部都没有了 就没有根本了 没有根本的话 那知凡业貌也是很难的 我想我们这里的个别人以后将来弘扬佛法 哪怕是法王今天讲的教会天人甘露 也许你可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吧 我们有些人经常去见到一个上师 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个窍诀 你是不是给我赐予一个教会 其实我刚才也讲了确实坐在法王面前的法 法王一生都说这几个法 我们这边的很多道友都已经一知多年了 法王经常讲一知善知识很重啊 清净戒律很重 闻思修行很重要 实际上就是这么几个 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时时刻刻都是要观察自己 以正知正量来监督自己 如果不具足这些的话 可能你的修行慢慢慢慢会倒退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时时修持 刚才略说当中的第二个 下面我们讲广说 广说分四 一知善知识和闻思妙法 清净戒律修持正法 真实修持分在四个方面 就刚才前面的略说当中的四个 别忘记了 就分了这四个吧 其中第一个是 依止善知识也分为两个 如何依止和上师瑜伽分两个 首先是如何依止呢 如何依止善知识 侥幸于母 他这里如何依止善知识呢 大家都知道作为上师 比自己的心 比自己的心脏 比自己的眼目更要哀重 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吧 依止善知识想把他上师看成是母亲 父亲 自己的兄弟 尤其是在密法当中 跟自己的心脏一样 跟自己的眼睛一样对待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眼睛 稍微有一个未成或者稍微有一个 大家第一个先去保护他的 我们自己的心脏大家都知道是特别特别的关心 自己的心 上师也是一样的 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叫做宝宝 心宝这样的 作为上师实际上一点都不能损害 一定要为了上师连自己什么都可以付出的 这样的话 这个是上师意志的一个方法 他应该是从心理和行为上这样做的 一教封信 上师什么样的教言 他没有条件地一教封信 就像《前行备忘录》的后面 一知善知识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对待 怎么样观清净心这个也应该清楚的 还有经常语言也是赞叹 并不是背后说我们这个堪布是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什么大圣师 小圣师 麦班子尔萨特洪他什么什么 我们藏地这边经常说别人的过失 说圣师的过失 麦班子尔萨特洪他一念麦班子尔萨特洪的时候 下一步就开始准备诽谤了 他说 麦班子尔萨特洪这个地方也是很复杂的 麦班子尔萨特洪某个人也是很麻烦的 很讨厌的 哎呦 我都不喜欢这个人他白天听法 晚上诽谤说这个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其实这样造了很大的恶业 应该用语言来赞叹 用身体来诚实 同时自己有的这种财物 无有吝啬地所有的这些所需去供养他 这就是我们一知善知识 法王如果在您面前的话 法王要求大家一知善知识的时候应该这样的 并不是今天听法明天诽谤今天接受法 过了以后就不再一点 我们有些人听法以后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 跟普通人 普通人稍微有一点修养的人 都可能不会这样的 所以像我个人的话 凡是以前得过哪怕是一个辅导的话 这个因为法很重要我对法很爱 所以对这个人也是应该尊重 这个确实很重要的 不然我们看起来都是人吧 包括法王如意宝也是 看起来都是人当中比较伟大的一个高大的人 如果你法不重视的人凡是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我们这个堪布堪摩也是一样的 有些是鸽子比你还爱 有些看起来都是没有你这么庄严 看起来都是一个弱弱的 我们以前一直过的善知识们都是这样的 看起来确实人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得到的法 世间也是这样作为老师所有的学生 好的学生永远都是恭敬的 这方面很重要 一致的方法 第二个 上师瑜伽是这样的 我再念一下 我再念一下 这方面我再念一下 对 我再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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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Rich 下面讲上师豫高 giờ Nowsuttим 是这样的 夜行见 虔诚祈祷受死寡 安诸行义无别见 因为上师是一切皈依处 三世诸佛终极的本体 我们平时修饰的时候 白天关在自己的头顶上 就像《节省大圆满》或者《大圆满前行》当中讲的一样 就关在头上 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 关在自己的心间 很多讲义当中都是有的 白天也是祈祷受死灌顶包括上师的三处 三处出现白红蓝的光融入自己的三门 自己获得了上师生育义的功德 最后上师的三处同时发光融入自己的心 自己获得了本性生的果位 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 法王在西方弘法的时候讲的内容 修行特别特别棒 所以这个到时候也可以跟大家讲讲 凡是经常修上师瑜伽 修上师祈祷 受道里面的四种灌顶 然后安住在上师的意义和自己的心 无二无别的见解当中就安住 最后一切都是上师的身相 上师的身影 上师的智慧有物 一切都是观想上师 这样修持的话 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些修行越来越进步 就是境界越来越增上如果你没有长期祈祷 没有长期修行 确实有点 我看有些人经常自己出去 或者自己还是有修行 有些人学了多少年都是没有什么修行 好像一直跟不学佛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他稍微看一下书 诸词以外 平时在工作当中他没有功课 也没有禅修 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所以佛教徒确实不同的 俗话叫做五个之徒有长短不同 很多修行人同样一直善知识 同样在入葬学习 但是后来在生活当中有些经常修上师瑜伽 经常祈祷上师经常观修的时候也是 白天上师观在头顶上晚上观在心间 在光明梦当中入水很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有些确实比较可能没有这些 这些也不太好 对吧这是讲到的刚才上师你讲 第一个已经讲完了第二 闻思正法也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广播思思闻和思 还有实修无意吧 修的时候没有什么怀疑 那么首先是第一个 刚才第二个法分了这两个 首先第一个 祈前所闻因闻思经 显明明处教义害 学义能处心智安 显成后亦愿而则 他这里祈应该是上师的意思 在上师面前很好的闻思 那闻思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显宗 显宗城 密宗城 还有学出 大无名 小无名 明处 这些教义如海一样 特别广大无边 好入烟海 这些学了以后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能遣除心里的海岸 学显宗 学密宗 学世间的知识以后 确实每个人心里无始以来的黑暗 愚痴 痛苦 这些统统都会遣除的 这些遣除以后就成就了今生和后世的大义 并且长远来看圆满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我们应该每天都是 法王前面说是每天都是对自己所需要的教言处要闻思 他这里说对显密教法教义要每天都闻思 这样遣除心里的障碍我们有些可能在学院里面还算是好一点 一出去以后散乱没有什么修行人的味道 包括现在信息时代一万数计的话 可能你逛二个短食病好几个小时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念咒的时间也没有 禅修的时间也没有 什么重要的这些修行都已经没有了 特别可怜的 以前好多道友 非常精进的人 现在好像很多都是拿手机来开始抹光世间 特别可怜的 所以说我们每天都应该对显密教法有一些听闻和思维 而且范围越广越好 尤其是现在你看这个萨嘎越 现在藏地 国外很多地方都说这个越是熟食越 应该吃熟的一个越 这个我们也是劝大家在汉地也好在各个地方 把这个越 藏里的这个越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单身日 单身月还有成道和涅槃 非常殊胜四个节日具足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跟九母圣众也讲了 从大概是可能一九年开始我们劝大家吃熟 当然 我想汉传佛教从两无地开始到现在为止 有特别好的优良传统 因此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受持这样的 这个世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也是劝大家要怀念释迦牟尼佛 虽念释迦牟尼佛的话 佛陀是大悲的尊主 大悲的尊主我们一定要以无害的行为 无有损害的众生的一个行为来水炼它 这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方面 在整个山沟里面全都是素食饭店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这个地方的火锅 那个地方的现在学院里面到处都是火锅 素火锅 然后不知道你们有些人今天吃这个火锅 明天吃那个火锅一直不断地 一个礼拜当中去吃火锅 现在吃火锅已经上瘾了这样也不太好 任何的妙语到最后自己没有控制也不太好 偶尔去吃个火锅觉得可以的 不然天天吃火锅最后好像也不一定是很好的 有些人已经习惯了有了一点钱天天去 这样也不太好 有些人天天都是亲这个亲那个这样也不太好 偶尔轻松起走在学院里面吃火锅也好 吃其他的也可以 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不难确实都是熟食的餐厅 这个也是间接来讲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我就不讲其他的道理如果讲的话 我今天上文也讲得比较多一点又讲了 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说闻思很重要的 又修净藏窍诀要无知表层听闻之 独自诸实顶无意屡屡言行莫舍弃 这里尤其是广闻波学也是很好的 但尤其是最根本的话 自己一定要选择一个最精要的宝藏窍诀 就是窍诀要大圆满 菩提心 空性见 在所有的佛法当中你要找到适合你的教言 我以前讲过所有的这些法本当中 你自己比如说造个法界宝藏论 大眼神会 文殊大圆满或者入菩萨心论 众生自己要好好修持的一个法本 两个法本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法王说凡是这么好如烟海的教言当中 你自己要选择一个教言 这个不要放置在一个标层的听闻了 可以了 我就知道了 就可以了 我听过好多次 我知道这个 我也听过 我学过 我了解过 就这样放在标层上是没有什么 标皮的这些知识不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心的相续 那么需要达到什么样呢当你一个人住在山洞 当你一个人住在棱间 森林当中 当你一个人闭关的时候自己要做到决定不会有怀疑的 有些人是在闻思的时候不好好闻思 最后一个人修的时候衣柜也念不来 一定要找到一个窍诀这个窍诀远离一切怀疑 然后独自修行的时候不会有障碍的 那么一定要达到这样的境界 要绿绿地研究 分析 去研讨等等 还有再再地专习 再再地修行 这样以后会有利益的 所以绿绿专习 绿绿演习不要舍弃 当你一定要一个人做的时候有把握的 修行要有把握 这样才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闻思也没有说让我们对所有的经论全部尽头 没有这么说 但是至少是你一个人以后实修的时候 至少自己不会有怀疑自己基本上是能独自 我们以前微博里面说是什么 父母在的时候 上师在的时候 至少不要忘了我自己写的现在都忘了 今天可能我也感冒了你们说的是感冒啊 我一直没有养 今天上师去酒母那边讲课的时候 所有的酒母都戴着口罩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的他们咳嗽也比较厉害 好像也没说 这是刚才讲的实修无疑 闻思第二个 第三个讲清净戒律分为 理解过患和聚解功德分两个 第一个是如果离开了清净戒律的装饰 那你具足中心高贵 财华 还有相貌专严等等 实际上这些不稀罕 不庄严 不美观 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有财华有财富什么都有 但是你只有戒律的基础 其实这个戒律戒除有居士戒的意思 又有出家戒的意思 还有基本人格的戒律这些没有的话 你再怎么样看起来好看得不得了 然后你富裕都不得了 你的中心你是富二代官二代特别特别的 但是你相续当中基本的人格基础 其实戒律都是人格规范的一个底线 如果你这个底线都没有 人再怎么样不美的 你做了布施 供养 做各种各样的资粮 善自害 实际上也事事无济于事 只有你的前途迈向恶趣 地狱 饿鬼 旁生等候在你前面 所以就像亲友说讲的一样 如果一个人有智慧和戒律清净 那就是很好的修行人 很庄严的 如果没有戒律和没有智慧 那你外在的就像世间人可能说 这是相貌端严 这个人是很有钱的 这个人是口才很好的 但这些都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功德吧 所以说最重要的功德 一个人有自己规范自己的戒律 这个戒律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聚戒的功德 刚才是破戒的过患嘛 理戒的过失什么都不庄严的意思 如果一旦没有戒律的话 那么具足戒律的话 聚戒随无与共的天当作战 善显化 为己财富自然具 轻易踏上菩提道 如果具足了清净的戒律的话 那么其他的包括闻思修行也好 智慧也好 很多的包括世间当中的口才 财富这些没有的话 所有的人 天 众生都会杀吉祥的显化 时时都是称赞你 时时都是对你保护和顾约 护法神也是帮助你 天人也会赞叹的 而且世间很多的财富虽然你没有特意去召集 但是实际上自然而然具具 清净戒律的人不管到哪里都是 他的财物资源滚轨而来 不会有痛苦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确实一方面 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恩德对我们拥有这样的 你们可能在座的很多包括有些出家人 确实我是这样想的佛陀的恩德很大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每天都是为了吃喝多少的辛苦啊 打工啊 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现在藏地这几天也是萨嘎月 也是瓦虫草的月 瓦虫草很痛苦的 我都没有瓦过 但是看他们在山顶上 在雪山 一天都是照照照照照照 可能一天运气不好的话一个都照不到 又冷又恶 整个脸上都是被风刮的 真的 最后得到的手术是什么呀 我们这里什么都不干你并不是有学问的 也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但是依靠佛陀的袈裟 住在那里的话又吃的又喝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不说什么大的方面的恩德 从慈悲 空性这些都不说 你的吃穿不住的话当今这个时代真的是很难得的 我好像那天西游当中忘了 法王刚到究竟山的时候 因为我们路上可能飞了十几个小时吧 先去夏威夷 然后去究竟山 他们当时请我们在一个禅主 也是一个宝剑在那里 然后法王刚开始吃饭的时候 法王流泪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法王好像默默地念了什么 法王说 哎哟 佛陀的恩德很大 在这个陌生的海边不同肤色的人成世 其实归根基地是佛陀的恩德 当时我在心里想这也不是佛陀的恩德 这是佛教徒 这是我们这里的 反正当时没有这么想 但现在看来确实也是这样的吧 很多人到那里都是有吃有穿 我们不说什么其他的 现在很多人对吃穿很 在外面打工的人也好 外面卖菜的也好 我都经常看街上有一些生活特别 比如说买一个很简单的装饰品 那这个上面能赚多少白贪贪的这些人的话 我有时候很深悲心 我故意 我自己用不了装饰耳环的 但是买几个过来 对他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嘛 就是那天此时我们有一次喝茶 就来了一个擦鞋的人他说要不要擦鞋 然后说要要要 然后我说你鞋很干净的你要擦吗 他说我昨天也擦了一次今天也擦一个 结果他就多收了二十块钱 此时说可以可以就这样的 确实有时候我们看他可能行为有点骗人 但是对他而言也许是很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佛陀的恩德也特别大 尤其是我们自己如果有一个清净戒律 那就像《开启修行免贩》里面讲的一样 修行人的事物不取轻作自然而然获得 最终轻而易举地踏上菩提道 这就是清净戒律的 第四个真实修行也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次第修道还有全修信息修习分两个方面 次第修道和全修信息修习 第一个是如不饮水不戒客 未修正法不解脱 故修誓言归发心生缘大缘修身道 这个他前面讲到了就像世间的人不喝水不可能戒客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道理上是比较明白的 但是你没有好好地去修行正法不可能获得解脱的 一定要修行法王 那天《中央行之明典》当中也是再次劝说修行 然后要修行 怎么修呢 要肯定修行 要修行的话修什么呢 首先是四眼里心 我们人人难得宿命无常 轮回过患因果不虚的四眼半心 然后修皈依 再修不共加心当中的法心 还要修金刚萨埵 满车 前行 再修密宗的生气次第和圆满次第 然后悟上大圆满的殊胜道 那么这个是修行的基本要理和疾病道次第 这个我想大家理论上应该是明白的 但实际上我们修得怎么样 每个人自己也会明白的 然后第二语 全修信息修行 好像前面没有念 从哪个开始 《亲近结律》开始吧 无法决定是一种的对人来说 这些人来说 有所谓的跟人来说 这些人来说 这些人来说 必须而不正常的一种的东西 在这些人来说 这些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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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怎么修呢就是这个修行刚才讲了 第二是全修信息修行 如何修行到此地 一全知识 甘露语 九层精髓 心修协 散说法业 常传习 那修行的法是什么此地呢 全知无垢光或者隆清人尊尊者 他的教言 甘露语 他的教会甘露法 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九层次第的精髓 精髓 精髓也就是说信息修行诵词和信息修行诵文 显宗部分 颂词后来没有讲应该是这样的 可能现在也信赖的很多人都没有得到 昨天喇嘛那边的教语课劝词词讲信息修学 他说我现在不讲 他没有答应 他说明年能不能讲信息修学大扯书 他没有答应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以前是背诵过也讲过 信息修学我也是这辈子讲过好几次 法王如意宝在这里面说我们要怎么修行的话 就是中央行之明点的内容去修 或者说大圆满信息修学大扯书 大扯书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你们也应该如果有信心的话 实在是没有人讲 自己看的话 大多数都应该明白的只要有一定的佛教基础 九成次第的精华就是修行信息修习 信息修习的散说法义的话 那我们应该经常长期地去修习 长期地去了解 法王给我们推荐什么呢就是大圆满信息修习 原来华智仁波切有一个教言 我也是当时翻译的 《贪执》里面也是推荐大圆满信息修习 其实我们宁波巴德应该是道次第论 信息修习大扯书大家应该重视起来 比如说你见到了法王的话 法王给你说什么 给你推荐一个看信息修习 然后后来信息我们有些人信息修习还是很精通的 我觉得堪布堪木当中有些人也讲过很多次 包括我们后来密宗班也是讲了信息修习颂词 所以大家以后我不一定即生当中还要会讲 现在年龄 身体各方面 法王原来去美国的时候他经常说是 我这次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来的 后来确实也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信息修习那么多那么广 所以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应该不会有的 但是你们自己法王既然这样推荐的话 你自己可以好好地修翻译的话已经翻译过了 所以大家应该修行这个是应该整个论文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最后的摩善分为回向和造论后极分两个方面 回向的话 所说善根愿众生离而障故无上觉 离我甚深世世中 莫无眉盆尊欲舍受 当时法王说我今天上面所讲到的这些法 把这些善根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让所有的众生离开烦恼障和所知障 并且获得了无上正等觉的果位 劝其者 你和我生生世世当中 受到了麦彭仁波切的加持和持欲舍受 那么最后也是这样最后后极它是质罗喇嘛 质罗喇嘛是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 又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圆寂呢 反正刚来的时候他住在现在门座上师 那个附近那个时候他穿得比较像瑜伽石一样 穿得不是很干净的那样的 当时觉慕僧众刚刚开始有离宗的时候 他们家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觉慕 然后质罗喇嘛经常我们看到 应该是法王这边可能是舍大的一个家乡 他当时劝亲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藏传佛教当中 有些上师身边的人经常劝亲造论 我们现在有些弟子劝亲吃饭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啊 然后给他推荐一些减肥药或者什么样的 对法方面好像很多 但有些可能对法请求也不一定造论吧 包括我这边好像有人劝亲翻译的话 我不一定答应 因为有时候我根本没时间 但有些包括高僧大德劝亲翻译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并非要劝亲但是藏地的 我们也知道是马彭仁波切身边的很多弟子 让他讲个主事 劝亲 包括我也是跟德巴堪布劝亲过好几个 信息修习的主事 窍诀宝众论的主事 好像我记得有四部论我劝亲过 有时候劝亲还是上师在世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的 你看当时贼罗拉玛他劝亲法王如意宝 给他讲一个教言 法王做了前面的教言 阿王罗咒作美造增迹象 那么这个是今天清晨翻译的 就是昨天很晚才回来 但今天想讲什么的话也不知道 所以后来这个好像以前有长行文的 但是这次用偈颂的方式来给大家供养吧 我们也算是得到了法王如意宝的加持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讲过也有过传承 所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法供养 等一会儿用冤海精髓来回向